自從好像已經有陳拍旅遊 曾經來香港之後 或者阿嘉銀 其實澳門的人都會留意我們隊伍 或者留意員 或者台灣的人都會留意 台灣的球迷都會留意元朗或者利物 我想其實我們香港真的太小 我們可以擴大Marketing的負責 可能是這樣會更加 不如訪問吧 好嗎? 好嗎? 這場會不會是你最 今年是最開心的? 那今年一定是 因為其實 永遠是蓬杯 是一個最直接的 證明大家的努力 其實你看回整個過程 不是一朝一夕 因為整個分組賽 其實贏飛馬那場球 和蝦子那場球 都是很令人 我自己都覺得很感動 因為飛馬那次上 因為我們 那個成績不太老的 在情況下 那場球還要是 我們出了三個 因為我們那場球 另外那場球 另外那場球 出三個次而出線 我想這場球 都是一個令到今天 可以進去的比賽的關鍵 那你有沒有覺得 你自己的策略上 調整了在智場局贏了 之後 會不會感覺上 不同了 貴方的感覺 我想 第一球員順身一定是後座的 其實我自己都希望 球員是 就是有一套打法 但是 當然你要去建立什麼 東西的時候 是很需要很遠 在裡面的執行 以這個執行 除了技術上之外 也都是雖然在心理上 會很有信心去做 那透明上的心理就好了 當然我們在這幾場球 都因爲不同的對手 而會有少少調整 但整體上有沒有大改 整體上沒有大改 但是 譬如這幾場球 可能因為家人的受傷 而我們都要在那個 陣式上面有少少的改變 那你有沒有想著已經計劃下一季 你會有什麼新發生 我想對我來說 我的責任 首先要很專注於 在接下來這兩場球 因為 我相信大家 都不會滿足於 現在的聯賽裡有位置 其實接下來這場球 對夢想和 台京超我們可以贏 那個位置 就有機會在聯賽上 即是再攀升 好 最後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 在一場足球裡面 其實球的重要性比大 對 波的重要性比大 對 波的重要性比大 有多重要 這條問題是這麼遠的 你考慮我 我教了這麼多年的教練 都沒有回答過一個問題 不過你問我 其實 很多時候球迷 或者看球的人 會集中在那個波附近發生的事 但是對於教練來說 其實 不在那個波附近的事 是更加重要的 我們會說是 沒有球的人 是更加重要的 就是球證的 你才是 不是 球員 對 你說球證 我通常都尊重他們 始終都是 Human 為什麼波是圓的 為什麼波是圓的 如果不圓 比賽就很難獎 好的 謝謝 謝謝 你等一下我